大家好,歡迎回來堅仔賽馬頻道,我是波仔 接下來星期六,沙田馬場休十場日馬賽事 跑百草兩泥,草地就用上絲跑道 上年同期的絲跑道就下雨 看過天氣,近期就比較天晴,乾燥 在中東草前的9月8日和10月12日 當日的草地賽事都幾來內疊前置 尤其是10月12日當日的成理所遠、皇帝賽、美麗日子 六保後想贏,沿途都要省位 沿途走三疊或開外的馬匹非常之不利 而泥地方面,最近有得掌握一下 不過都是1650米的賽事 這次跑了兩場千二 坦白還是要理會前置的馬匹比較好 這個時間,波仔繼續和大家分享 頭兩場賽事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如果想看第三至十場的朋友賽事之前 可以參加我們的收費計劃 當大家可以踢進去看看不同的優惠 好了,這個時間馬上看頭場 四班跑千二米 看見為何有些馬匹沒有顏色 有些馬匹是黃色的呢? 黃色的當然是我的選擇 覺得很麻煩的那些 怎麼可以做到報紙上三馬的情況呢? 按著馬名,然後向左一推 變成刪除 咦,我推錯了 就向右解除咯 如果你選擇那隻馬,向右選擇 有黃色、紅色、綠色 給大家選擇 有不同的標示給自己看 好了,這個時間裡頭場 我們看看這個預測跑法 我們的同事 為大家估計頭場的組段 在馬匹的位置 當中的自由環有些速度 還有很多側身馬 未上過陣的馬匹 會不會比較搶口 甚至他們在試襲裡 都見過一些前速 會不會一起鬥搶呢? 而我估計今場的組件 的步速也不會太慢 所以首選裡 選了一隻續猛時代 一來他的出賽經驗 相對這組比較豐富 而且也是在上一次陣上 表現比較好的 帶大家看看上一次 續猛時代的賽事片段 就是在11月3日 總場刺143 這就是私家三跑道 4場的1200米 差不多每一隻都是貼難 是唯獨視這一場的 清新動力 可能從1400米到1200 很少能力 可以走過2碟 現在在尾的 金金地帽 墨綠色3 就是續猛時代 在彎位 看見阿希威心 都出了三四碟 頂都比較開 而這場的清新動力 在裡面省 還有在中檔 現在上來的 就是春風得意 而帶我上來的 續猛時代 彎位虧了之後 擺成唐泰 也挺肯追 回來後 追射率很貫注 僅僅追不到 在裡面省著的優達星 跑到第四 其實跑多步 也有權欠我第三 所以我覺得上一場 的續猛時代 都跑得不錯 其實初出那場一千 他也是跟手一個萬步速 捐在中內檔 電算機較近那邊的場地 都不太好 所以那場 其實他不斷地追 這次上來的千二 即是繼續跑千二 應該更好 這次跑到一檔 而在配搭上 都更為硬 因為BATTLE 始終比 希威森教屬香港 跑道的形勢 所以 在這組裡面 如果前面 的馬路是走得快 我覺得這組 是有機會在那裡跑得好 所以才選擇了他 另外三馬 桃花王 相信這場 都算是熱門馬匹之一 因为在两货试集里走势相当好 第一货800米集都是同于侧身马市 他找马跟的 回到末段时送给他 也有走势 看看千二买最近的货泥集 粉红色衣服 蓝帽 何扎耀斯 就是桃花王 起步够快的 跟手马帕后不斗口 直路 送他两步 看他转弯到顺滑的移出来的三碟 直路一比下去一松就有 而且走势也有越劲 在后面有一只 刚刚赢了马的追风绝影橙衣 另外我愿意 其实都是色炮印的 有能力的马 所以潘顿不知道是否还到奪爱之而此类 就拿了来 上个星期有一只很大的一出即胜 看看能否照办主板 都是这对骑凌的初出马搞定了 另外第三选 恒星梦 这一只都在试集里面 有前促 也可以跟手马匹来跑 拖延也不错 算是挺纯熟的 相对 这场其他货身卖力算 他也算来得不错 所以他也可以跟着马林去走 直到没断有余势 似乎走规都挺成熟 所以包起来 另外10号的好友利 在今季里面也热个身一场 虽然名次叫做恶婆 而且上季也曾经在四班 50分时间 跟连力复仗示威人那些跑近 他也要在马林里面充斥 证明他已经有一定的阵上经验 在这一组 大家BB班的赛事里面 他也会好处的 而且多米都不差 所以第四季就包起来 总结了第一场赛事里面的 波仔选择 选择了8号的着梦时代 3号桃花王 姚恒星梦和10号好友利